- 诺贝尔奖得主 Bob Dylan 8月来港开演唱会 现年76岁的美国歌手兼诗人古代伦,Bob Dylan,自2016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后,再度来港演出,定于8月4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5BC举行Bob Dylan and His Band Live in Hong Kong 2018演唱会 Bob Dylan上次在港表演已是2011年,两场演出全部爆满,今次票价分1288、988、688及488港元,门票将于下周一,14日,在快达票公开发售 孙燕姿遭遍怨我恨你 不出我恨妈妈四个字,她尽气不过回腔,你死掉我也不在意 孙燕姿透露过去九天她足不出户,因为儿子生病了,原来那小子已死得了肺炎,不断反复发烧,呕吐,食欲不振,也因为身体不舒服大哭大闹,儿子不想吃药又一直看电视,吃巧克力 孙燕姿和她几度争执,搞得身心俱疲 儿子既恨妈妈的眼里,有天写了纸条,上透是你恨我和我恨妈妈,她一气之下回了 是吗?如果你死掉我也不会在意的最后母子俩互相道歉 一直到生病的第八天,儿子情况才好转,她终于顺利地试玩一玩面,而且没有从任何一端拍出来,我也快眼泛泪光 儿子后来又写一张纸条,上面写妈妈,我会帮你的总算有个好的结局 而这几天的忙碌,也让孙燕姿忘了自己还怀着老二,在早晨4点30分分我打着这些字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忘了大肚子的存在 她也搞笑勉励自己和老公,还有一个就要来了 哈哈,我和Nadim又要重新再来一次了 我们已迫不及待钢铁人盔甲失窃 网友要偷抢回无限源氏美国男星小劳伯道尼 Robert Downey Jr.在2008年超级英雄骗钢铁人 I am Nen,首部曲中所穿的盔甲在加州失窃 有网友开玩笑说,能不能拜托这名头抢回无限源氏 加州洛杉矶警方表示,他们昨天接获报案 说这副红金相见的盔甲自助舱设备中不翼而飞 警方告诉法金社,洛杉矶市中心以北的派克马 Proclamer,这处暴具仓库所有人认为 要价32万5000美元,约新台币971万7500元 的钢铁衣是在2月和4月25日之间被偷 警方表示,这起不寻常的窃导案件已被列为优先查期重点 但目前没有掌握到任何相关线 不过也有推特网友神来一笔地说,能成功偷走整套钢铁衣海 讨之夭夭的人,还真的是够格拥有这件盔甲 另一位网友回应说,若这是真的,史塔克,斯塔克,钢铁人,该顾他他把无限原石,Infinity Stones,偷回来 成龙姓陈为什么儿子姓房 成龙父亲当年隐姓埋名背后的故事 大家知道,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成龙 有一个很土的名字,叫陈刚生 但是他的儿子又叫房祖明 小编一直有种好奇,成龙到底姓什么 那要从成龙的父亲说起 成龙的父亲房道龙 1914年12月22日至2008年2月26日 祖籍安徽,曾学过功夫 早年混迹于南京 长大后加入国民党 并且在当时的国民党军统工作 从照片看,成龙的父亲身材高大 人也比较有气质 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 但是成龙比较完美地避开了这些遗传学上的优点 变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喜剧武打演员 成龙与父母当年在安徽老家 成龙的父亲与前妻育有二子 长子房氏得,1940年出生 四子房氏胜,1946年出生 由于当年行事 国民党溃败台湾 成龙的父亲也只好隐姓埋名去香港谋生 成龙的父亲与哥哥嫂子去香港之后 与第二任妻子陈莉莉结合 并改随其姓陈,更名为陈志平 并成为美国驻香港大使馆杂工 在此期间通过学习成为大使馆厨师 后大使调任澳大利亚代妻子随大使到澳大利亚赴任 两人于1954年为其生育一字 取名陈岗生,族名房氏龙 即日后的巨星成龙 成龙父亲与安徽相亲和英岗生六岁 半时美国领事调生驻澳大利亚大使 也聘陈志平夫妇同富任 但不可带小孩 龙爸爸就把成龙寄托给于战园做京剧门徒 十七岁学义期满初诗改名陈元龙从影 后在改名成龙拍蛇行雕首 最权而走红 后在晋升好莱坞成国际巨星 1982年娶台湾女星林凤娇为妻 生一子娶名陈祖名 后来祖名任祖归宗 改为房祖名 成龙一家三代 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 成龙本身姓房 陈这个姓氏是当年掩饰身份不得以为之 是在外面叫的一个称呼而已 后来时过境迁 历时已经成为往事 成立的父亲也会回安徽老家 看看自己的另外两个儿子 目前他们二人仍然在安徽农村 也是因为当年中国复杂的形式造成了成龙家庭里复杂的姓氏 但是好在后来任祖归宗 恢复了房姓 根据安徽吴湖市档案局沈云局长介绍 丽阳房市宗谱修成于清家庆轨害年 即公元1803年 此后经多次修订 现在看到的是1992年新修订的本子 宗谱总共有八卷 原来二十多年前 在修订这本家库时 成龙和其儿子房祖名的姓名都已赫然在列 在这本房市宗谱上 记载的最早始祖为山东临资的房念签 也就是唐代宰相房玄陵的父亲 房玄陵之后其子孙房到陵千居扬州 至明代出房家才定居现在的吴湖市 旧江区省象镇 这也是网上很多人说成龙祖籍山东的原因